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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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一望无际的太平洋海景就在你的眼前 真的 对不对 感觉就非常地爽 重点是还有那个小巧玲珑的绿岛 可以发现它在那边 没发现对不对 对 我现在还在那个苏醒当中 刚刚来的时候觉得说 这个地方吃早餐太浪漫了吧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叫发呆 你知道为什么叫发呆艇吗 因为来这边不废一下不行 没错 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呢 就是要坐在这边吃早餐 看着海跟看着这个美美的景色发展 不知不觉早餐就会被我们吃逛逛 我现在手要拿这边 你看的话以为它是红茶 但其实它是乌龙茶的一种 它叫做蜜香红乌龙 它的颜色会像红茶是因为它有经过重红沛 所以颜色会比较深一点点 但它其实真的货真价实的是乌龙茶 我其实平常不太喜欢喝茶的人 但我觉得这个啊 它不会让我觉得到那个咖啡因 或者是它的茶味特别的厉害 但是它到尾韵的地方 又有一个淡淡独特的蜜香飘出来 那我要来吃吃看我的早餐 就我觉得这边的早餐真的好健康 是啊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蛋 有肉 有菜 有水果 有面包 几乎所有的营养成分都在早餐里面 是啊 整个是很均衡 而且我发现它的烹煮方式呢 都是几乎是水煮的 很适合那种健身的人来使 你知道我们现在可以在这边耍废话家常 都要感谢老板那一帮损友吗 本来这片4K也比不上的超高清视野 只给老板退休的父母独享 谁知道它麻吉太多 盖着盖着 不小心就盖成民宿了 这边整个景超美的 四面都可以看到山跟海 是不是 就是 而且不止这样子 这里的房间总数多达22间 这么多 它光是房型就有13种可以给你选的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房型 是最好的吗 懂问 这一间就属于最高级的 它这里的房间有些是有山景的 再来就是海景的 但是这一间它是山海共存的 所以在这边就是景色是最好的 而且这边是不是最大的房型 没错 它是最大的六人房 很棒吧 很棒 就可以一早就可以有 这么多的阳光设定来之外 还有很宽敞的空间 整个也很舒适开阔 而且你看它这个床的平台 还有这个小客厅 就可以做很多互动 打打指牌或吃小夜都OK 旁边还有一台飞轮机 你想要一边看海一边运动都可以 天哪 选择都很高 看风景很舒压嘛 对啊 泡澡也很舒压 想泡吗 这边可以泡吗 可以啊 我可以跟你一起泡 走啦 葵葵 你想到哪里去 我是认真要带观众 空间旅行 如果说刚刚的六人房 适合人来风 接下来的山景汤屋房 就适合想要甜蜜蜜的情侣了 因为它的浴缸是最大的 来到这边 还可以自己一个人享受 个人汤屋 外面就是美美的景色 太舒服了 不是说好一起泡吗 你怎么来侵犯我的范围 怎么侵犯 这一个池可以泡四个人好不好 四个人 空间还很大 对啊 真的假的 不要那么自私 刚刚不是说一起泡 两大两小对不对 来 这边中间是一条线 这边一条线吗 没有 在水时里没有任何借机 不是 不是 话说我觉得这边的这个团屋 真的是非常的优美之外 还可以这样子跳外面 景色真的非常浪漫 来 你泡泡浴巴 是 不行 不行 我靠北之外 你看这边整个超度假风的 真的只有在台东这种地方 才会遇到这种场景 你看旁边那一整排椰子树 背后又是山 然后这种货柜屋式的餐厅 对不对 很像真的在度假 而且你看我身后这个 这种荡秋千 哇 有没有很惬意的感觉 没错 说到度假 其实这边呢就是老板也很穷 因为这边其实是个无菜单料理店 老板可以决定一部分 但是最主要是大自然决定 我们要吃什么 大自然 这边其实就是一个靠海的地方 所以就是老板就会很常去 补一些海底生物啊 或是宅一些肉类啊 那会有什么东西上桌呢 就是由他来安排的 那会有什么东西 那会有什么东西 紫色的海胆 这个你有看过吗 我从来没有看过 我刚刚看到的时候 我整个觉得非常的奇妙 因为它是真的 然后一般我们的海胆 我们都是用烤的嘛 是 然后老板说 因为它这种紫海胆 它其实是比我们一般那种 就是最高的 比如说什么北海道马粪海胆 你会觉得那种超级厉害 它说其实这种海胆的生长环境 是比那种北海到马粪海胆 还要难 真的假的 所以它比它还要稀有 海味好重哦 刚从海底里面捞出来 然后这样粒粒 然后这样吃起来的感觉 很新鲜 然后因为 我觉得它没有经过太多的处理 所以你不会觉得 好像在吃那种经过加工后 那种日本料理的海胆 颜色呢 可以感觉出来 它应该是在深海的海域 对 有一点像是海草的那种颜色 绿绿的 这个螺的那个味道 也跟刚刚那个海胆一样 整个味道超级像是 从海里面刚捞上来的那种 所以它真的没有经过太多的处理 非常的原汁 很原汁原味 它是阿美族这边 特有的野菜之一 它的味道 据说是一般苦瓜的两倍还苦 所以它就是故意用这个味道 跟肉加在一起 然后综合掉 对 它就是怕说 一般人可能比较不能接受到 这个苦味 所以它用烤的方式 让它的苦味降低 再加上它老板昨天自己 现打的山猪肉 你知道 你怎么知道是昨天现打 老板刚刚跟我特别强调 他说知道我们要来 然后就去打山猪 这样子 这么感人 怎么样 你是不是感受到人生的苦处了 怎么样 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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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味道好妙 越咬越苦 对 可是我发现它苦到后面 在舌根的地方有点回甘 其实 这很妙 其实你蛮强的 你吃到现在 脸都没有改变什么 也没有做出很痛苦的表情 我一开始的时候很痛 一开始很痛 过了就还好 过了就还好 肉的味道会慢慢出来 会综合掉那苦的味道 所以如果你咬下去的时候 当下会觉得很苦而已 可是它的味道真的跟苦瓜 非常非常的接近了 对 但是它又再比苦瓜 又吃得出一点差别 对 它又再比苦瓜更苦一些些 嗯 酱汁啊 我觉得是属于偏甜的 是 就跟它有那个蟹肉的那个甜 综合在一起非常的搭 然后呢 海味十足 真的 而且 我发现 有几只里面都有 膏跟蟹黄 对 这就是它整个的精华 对 不要看它小小一只 它里面是很饱满的 没错 试试看它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 猪 你以为是老板昨天打那一只 对啊 你不是说昨天还杀了一只吗 不是不是 杀了这么多只 它叫海洋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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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海洋 不是那个Ocean 对 海洋是一种动物是不是 不是 我知道你刚刚在疑惑什么 你在想是不是Ocean的那个海洋 不是不是 它是海洋 洋 海上面的洋 对 海洋来源虽不可考 但阿美族城华独木舟远征其他大陆 还真有专家证实 毕竟纽西兰的毛旅人竟然与阿美族有相似的DNA和语言 而且我跟你说 听听听 科普节目隔壁棚哦 这里是旅游节目 开吃啦 没有发现你有吃到一个很特别的味道吗 上面白白的那不是油脂哦 但是老板刻意用酒量还有优格去腌制的 它的作用是用来去羊的腥味 难怪我觉得它吃起来不会有我们一般对羊的烧味 因为它调味很简单上面撒一些胡椒盐之类的 就很自然 然后很原始的味道 发现吃到现在每一道料理基本上老板都不会加太多的姜料 对 或调味料香料等等 他主要就是想要让我们吃到最原始的食物本身的味道 说到原始你知道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呢 尤其是他们原住民他们平常就喜欢躺在这边 这么舒服 对啊 就是享受他们自己去献捞啊 献捕这些鱼类啊 或是肉类啊 然后就做成一桌就是很自主自主的一场 所以来到这边呢坐在这边 然后享受一下台东的阳光 吃到这边原始的时候就觉得 好像真正能体验到他们当地人的一种情怀 说得好台东有最热情的阳光最好客的人事物 下一集我们要继续保持 带你去看一年限时两周的彩虹美景 吃货魁强力推荐的台东版Gelato 还有一台头就有台湾最美星空的Villa集民宿 你绝不能错过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影子 8月1日 雪